虽然我们的工作非常繁忙 但是这也代表着我们经济能力的提升 在线下之时我们就会去一些比较著名 或者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地方去游玩 而非洲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大家都知道当地可以说是非常落后的 而且大街上更是非常的脏乱差 让人看到后很是燕鹅 虽然说他们有着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 但是他们却因为非常的懒惰而没有去开采 其实这跟他们的技术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也只能委托给别的国家去开采了 而且有时候他们当地的人能够吃饱肚子 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他们觉得种植一些农作物的时间非常的缓慢 不如打猎来的快 但是当地的土地还是非常肥沃的 只是很少有人去想这方面的问题罢了 所以我国就开始教他们如何种植水稻 因为种植水稻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因此他们就根本难以接受 但是在我们的带动下 他们还是有人坚持的下来 在收获的季节 他们终于看到了结果 感到非常的兴奋 终于可以不用再饿肚子了 因此就有很多人前来学习 而且非洲人也表示 没想到能够种出这么多粮食 对此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刚才我开始教了 我可以让我们研究和您的身体 我们下来